作者,尚未观察局参考消息1月26日原影外媒报道,一位了解美国与塔利班谈判协议的人时称,在美国与塔利班这次谈判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塔利班做出了让步, 后者表示,将不会支持任何在阿富汗国内活动的恐怖组织,也就是说,想在阿富汗国内生存,进而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恐怖组织,是不能够存在的。 当初阿富汗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塔利班组织拒绝交出奔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然后美国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将塔利班组织一同认定为恐怖组织,甚至最后不惜发动一场持续18年之久的战争巨打击。 其实美国人在2001年将其列为国际恐怖组织,许多欧洲国家依旧不认为,塔利班是一个恐怖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而当初拒绝交出基地组织,可能也是考虑到,该组织在阿富汗的立足问题。 多年来,塔利班一直表示,阿富汗不能够成为恐怖组织攻击其他国家的基地。 美国人最担心的一点也就是怕这里成为恐怖组织泛滥的天堂,从而最终对美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因此,塔利班如果能够保证不与恐怖组织同流合污的话,其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应该会更加容易进行一些。 事实上,一直有人在为此而努力着,然而部分塔利班官员却担心这种做法将会挑起塔利班与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的矛盾,对塔利班的统治造成影响。 但是从目前消息来看,塔利班为了和美国达成协议,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换句话说,塔利班在与美国政府的踏判中做出了让步,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 但塔利班此举,何尝不是跟了美国政府一个台阶下呢? 美国政府自2011年7月起,就开始着手从阿富汗撤军,然而七八年过去了,依旧没有达成最终撤军的协议。 不是美国人不想撤,而是在没有和塔利班达成协议之前不能撤,否则,美国在阿富汗经过多年,最终将无果而终。 为了让美国政府实现撤军,塔利班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下,促成双方协议。 从美国对整个中东和西亚这块区域的战略布局来看,美国人在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时考虑的,就不仅仅是消灭阿富汗的恐怖组织,而是要建立起来一个效忠自己的阿富汗政府,就像今天的伊拉克政府一样。 另外,阿富汗西边仅仅相邻着美国的近敌伊朗,控制阿富汗就相当于在这里牵制了伊朗。 美国人最初的设想是好的,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从美国政府公布的阿富汗战争资料来看,过去的18年中,共有超过1500名美国人再次允命,就还不算美国其他盟国的牺牲。 共耗费掉将近7000亿美金,这些还都只是表面账,如果在算上提搭一些隐性成本,恐怕美国人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牺牲,难以用数字来形容。 但,结果呢,阿富汗政府到现在都是雷若的,塔利班分分钟,就可以在美国人离开之后,将其退班。 因此,美国人花费在阿富汗的数年心血相当于白费。 可一直和塔利班在这里耗着也不是回事,都已经打了17年了,难道美国要将阿富汗战争再进行到下一个十年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能够做的只有撤出,只有将塔利班让步,只有做出重大让步,才能让美国从阿富汗战争领潭中拔出来,美国领导人深知这一点。 故而,这一次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是塔利班的让步,更是美国在其整体战略上的巨大让步。 胶原jes。 我们る顶达的